今天到了,那么春风谢谢你啊,非常感谢,我刚才把这个小视频又发到了我们群里面的这个上面,这个小视频是我昨天看到的,我看了好几遍,这个视频里面的情况呢,刚才上面呢,春风也发了一个帖子,就是谈这个视频的,这个帖子呢,谈到这个视频中的,说这里面的这个提出质疑的,像这个估计是一个政治课啊, 跟政治课老师提出质疑的这个学生,是一个初中生 你说错了,你不知道你这个心事是在教他吗,现在怎么,再去查你的,马克思原有那些学生 你觉得你这个政治是对的吗 老师我问你,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是你人人,马克思主义是暴力的哲学,说这一段就是哲学,马克思主义是你人人,你又说我拿错了 请问,马克思主义是你人人人,这个东西我还是不知道的 为什么你不知道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问题的呢 这个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它的原始是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呢 那你给我讲一下,他原理呢 我特别想要讲,但是我不想要讲,这样,这样去查一张,你爱看吗,你爱吃吗 到底这个学生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甚至是大学生呢,现在不太清楚 对这个我不能做肯定的判断,那么它的拍摄背景在哪呢,也不能具体的不能肯定 但是有一点,肯定是在中国大陆,肯定是在这个洗脑的这个课堂上 肯定是在把人变成僵尸的这个课堂上 现在我就来谈谈,就这个视频就来谈谈马克思主义 在这里这个学生指出啊,说他对这个 为什么要学生们对他们进行这个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洗脑 他提出了质疑,他说我们不是中国人了 在这里面,他说的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要把中国人变成不是中国人 实际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要把人 凡是要把这个当作一个正确的理论,一个正确的思想 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学习的人 这就是把人变成了,不是人,这是把人变成僵尸 甚至把人变成魔鬼 在这里面呢,那个老师没出现,是一个女老师 女老师的声音就为这个马克思主义辩护 跟这个孩子辩护 这个孩子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 那么马克思主义呢,这个唯物主义和这个辩证法 是完全是跟中国传统的文化相反的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 大家有的时候老说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宪政社会 人类没有几个传统社会是宪政社会的 就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出现了这个民主制 那么也不是古希腊城邦里普遍的情况 也是个别的城邦 比如说雅典才是民主制 而且它的民主制的形态也不是现在的宪政 就像罗马的这个古罗马的政治制度 是比较先进比较合理的 但它也不是一种宪政 是人类近代文明的产物 是人类充分的运用自己的理性和良知的这个产物 而马克思主义就是摧毁理性和良知的 那么中国传统社会主流的社会 中国传统的在这个精神层面 是这个佛家的道家的和儒家的三教共同支撑的 是让中国人善良的 那么中国传统的文化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 确实像这个学生讲的天人合一是指的 这个天道和人道是合一的 天道是什么 天道就是道德 就是人爱 这个人爱是天道让人怎么相处呢 让人彼此真诚友善互助的相处 那么中国天人合一的社会是一个人际和谐的社会 是一个人和自然环境和谐的社会 这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个正中的传人 叫毛泽东 毛泽东说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 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他又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他年轻的时候就信奉 以天道以地道以人道其乐无穷 就是一个好斗的好斗的人 一个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人 就是不断的自己内心在交战 那么他的人际关系也是永远在交战 我们看毛泽东的一生都是在斗 都是在抓敌人 都是不停的斗 那么为什么斗 为权力而斗 为利益而斗 为江山而斗 他说这个江山如此多交 引无数英雄尽折腰 这样的英雄都是枭雄 是人类中的人渣和坏人 永远的就是为了政治权力而斗 为了玩弄更多的女人而斗 为了权术而斗 他们的内心是永远没有安全感和不安宁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髓 马克思晚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记者采访他 问他你人生的价值观 如果你要概括的话 你认为你的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 马克思就说斗争 这个斗争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心球 就是内心已经被判了终身监禁的人 他们永远都不会有自由的人 他们生活在这种仇恨斗争意识中的人 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伪善之处就是他把这种仇恨斗争 这样的为了权力为了满足永远没有止尽的欲望 没有止尽的欲望欲赫难填的这种斗争意识 起来了用科学用哲学用社会主义用共产主义用人类正义用君父用平等 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招牌包装起来了 就实际上他是魔鬼 但是他披上了美丽的话题 而这个包装了这个话题 就被中国这些没有理性良知泯灭的知识分子 陈独秀李大钊等等 他们这一批人引进了中国 引进中国以后呢 很快在中国因为这个这个他是要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政权 政教合一他的目的 他是一个宗教性的组织 所以所有所有加入共产党组织的人都要宣誓 都要说我信仰共产主义 信仰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要用脑子去想历史资料 包括看一些最早的共产主义者 最早的加入共产党组织的人 有好多人为他们自己辩护 比如说张一和 他的父父亲当年在德国的时候 就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 他是共产党跟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张一和还为自己的父亲辩护 认为他们的理想是高尚的 有好多人为早期的共产党人辩护 说他们的理想是高尚的 还包括到现在好多人还为马克思主义本身辩护 像这个视频中的那个老师 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好的 是西方的真净 只不过是被过各国的小和尚给念坏了 念到了这个这个越南给念坏了 念到了柬埔寨给念坏了 念到了中国给念坏了 念到了兰斯拉夫给念坏了 念到了这个总之念到了别的国家 俄国被念坏了 被念临给篡改了 到了中国被毛泽东给篡改了 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就是自欺欺人 是自欺欺人 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身 他这个理论就是极其邪恶的 但是他这个极其邪恶的理论 他借用了一些美丽的招牌 把他给给包装起来了 而且他把他他是一个以人间天国为目的的 他不是说共产主义吗 物质极大的丰富啊 人们都有极大的自由 人们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这个体 这个脑力和体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那他的物质极大的丰富 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描绘这么一个美丽的人间天堂 而他的采取的手段是什么呢 是先去夺取私有财产 实现实行无产地级专政 然后通过无产地级专政 为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 然后这个社会主义在过的过渡到他的高级阶段 就是这个共产主义 然后他又说他的社会主义不是空想了 不是乌托邦了 为什么不是空想和乌托邦呢 因为他找到了通向把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践的手段 这个手段呢 因为有了这个手段 他具有了可实践性 因为他就变 因而他就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 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呢 他找到了一个思想武器 这个思想武器就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 其实刚才那个学生说说这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不是马克思的独创 他的辩证法实际上绝对不是逻辑思维 而是反逻辑思维 辩证法就是出尔反尔 就是自相矛盾 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你看中国人在思维上全都是这样的 他就是前面说过的话 后面就可以不顾自己打自己的脸 耳光打的啪啪响 然后还正义凛然的在那说 然后还说自己代表社会正义 然后呢那个面对证据撒谎 咱们举一个例子说这个辩证法就是什么 当这个中共需要的时候 当毛泽东需要的时候 他就可以说要推翻 要跟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时候 他就说国民党没有言论自由 这个不保护人权 这个社会是腐败的 是贪腐的 是不公平 是不正义的 是不民主的 是不自由的 是没有建立这个宪法保障的 这个宪政的 可是当他一旦夺权了 他就说可可爱的先生们 我们就是要搞专专政 我们就是这个 人民民主专政 然后当他需要的时候 他就可以说让大家大名大放 然后当他 那是他要引蛇出洞 当他把别人抓起来的时候 他就说这是阳某 你就可以一个人自相矛盾 一个政党自相矛盾到这种程度 所有的话 都是他说的 所有的坏事都是他做的 这就是辩证法的这个实质的核心 所以呢在这个课堂上 这个政治课的目的是什么呢 中共就是这样一批没有理性 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把这样的一个邪教 一个伪善的邪教引进了中国 然后很快的建立了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的手法都是通过 先建立地下组织 然后去进行这个宣传 进行洗脑进行操控 而早期加入共产党的人 不要说他们有什么真诚的社会理想 一帮不能够应用自己脑子去独立思考的人 他们都是加入了教会组织 而他们加入的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教会组织 但是他们却自欺欺人的相信 他们是为了社会正义 他们为是为了公平 他们是为了君父 他们是为了平等 当你信仰一个宗教的时候 你先要搞清这个宗教的教义是什么 他的手段是什么 他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达到他的目的 可以问一问 包括早期加入共产党的人 和现在的共产党的这个组织中的成员 他们有几个人会去读这个共产党宣言 他们会去认真的看共产党宣言 到底向世界宣告了什么 因此这个政教合一的组织 是控制了中国 他要控制中国 是一个是两个 说一个是笔杆子 一个是枪杆子 所谓的笔杆子就是通过思想控制 所谓的枪杆子就是通过暴力 为什么说暴政呢 通过暴力来控制 那么这个政治理论课 为什么要上呢 为什么中国所有的孩子 他们都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呢 就说明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 他们把这些孩子们 从小开始就摧残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他们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 他们的这个人人格的尊严 他们的这个最可贵的理性和良知 所以这个孩子指出了他反抗 他说不要上政治课 上政治课 政治课就是中国政教合一的体现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 它是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地方的 那么就包括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都是一定要建立共产党组织的 任何的企业 任何的一个一层层一级一级的 那么所有的孩子 他要进入大学 他都必须要通过这个学习政治理论课 所谓的政治理论课 就是一个政教合一 就是像把人的脑子给搞坏了 让这个脑子搞坏到什么程度 实际上就是培养僵尸的这个这个课 就是让你让你丧失了正常的真正的逻辑 逻辑思维能力和最宝贵的分辨 是非善恶的能力 这就是政治理论课的目的 理论课的目的就是洗脑就是制造僵尸 就是维护粪坑 再看共产主义先锋队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先锋队呢 因为我说到他的实质这个马克思 他的独创的这个理论 刚才说到马克思有几个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政治理论课的教科书上 会说马克思有几个理论来源 说他的这个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他是从这个比如说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这是他的一个理论来源 还有说他的还有从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 是他的另一个理论来源 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里加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另外就说他是从德国古典哲学 实际上他的理论来源 跟这个空想社会主义没关系 空想社会主义 他是借用了这个招牌 共产主义也跟他没有真的关系 他借用了这个招牌 政治经济学跟他也没有关系 他是打着幌子 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 亚当斯密的和大卫里加图的都是为自由的理论 在经济层面论证这个看不见的手 论证这个自然法 自然法在人类经济领域的应用 就是人们的自由贯彻到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领域 他主张是一个保护这个自由经济自由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政府 政府不要去干预人们的经济自由 而马克思呢是借用了人类近代的这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他不是要把自己标准标明他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 是哲学吗 所以他就要说他有一个来源是古典的政治经济学 其实他跟他们没关系 他是偷梁换柱 而且他把这个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劳顿价值论 其实他从理论来言说是跟约翰洛克的政府论里面提出的劳顿价值学说 是完全相关的 是逻辑上是一致的 那么他把这种劳顿价值论偷梁换柱的篡改为剩余价值论 他就制造了一个人和人之间相互仇恨的理论 他的这个仇恨的理论就是工人劳动 资本家不劳动 工人劳动 企业主不劳动 工人劳动 组织劳动的人 这些雇佣工人的人不劳动 这存储是胡扯八道 这是完全是颠倒黑白 那么组织的组织者管理者投资者资产者 那么进行资本运作者 他们不劳动吗 他们一样的要付出体力和脑力 而且他们付出的还脑力更多 比如说苹果手机是在中国生产的 而苹果手机真正的创意 他的核心的这些 这些点子和他的计划和他的创意 那么是在美国 而真正提出创意的人 真正提出这个计划的人 真正进行整个这一套运作和构思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创造更大价值的人 那么就是说你单纯的一个体力劳动者 你不会用你的智慧的话 你的这个劳动是简单的重复劳动 你是一种机械性的劳动 而真正能发挥人的智力的劳动 才是高级的劳动 才创造真正更大的价值 才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所以更大的贡献 所以马克思的圣衣价值学说 就是一个糊弄人的学说 真正有头脑的人是不会被糊弄的 所以为什么要洗脑把他们变成僵尸呢 让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呢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学者 中国的你想想中国有多少人是靠吃这碗饭的 中国有多少个大大小小的党校 中国有多少政治理论课的老师 中国的这个中央编译集 以前叫马列编译集养活着多少人 中国是多少的这个这个企业 这个单位层层集集 学校文化新闻任何一个单位里面都有党组织 都有这个什么都有什么什么党支部书记 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 他们是吃什么喝什么的 他们就像中世纪天主教的那个腐败教会一样 他们通过操控人的头脑 那个中世纪的腐败的教会 是通过控制这个涨进入天堂的赎罪券 他们卖的说你不信我们 你不给我们钱 你不供养我们 那你死了以后你不能永生 是什么呢 中共是最大的财富 最大的权力 最好的社会位置 最好的机会 都掌控在这个教会组织手里 你不入党 那就意味着你不能出人头地 就意味着你不能赚更多的钱 就意味着你在这个社会不能更成功 而中国人信奉的是什么呢 今生今世 他们很少去想死了以后有没有永生 会不会永生 想的是今生我怎么升官 我怎么发财 我怎么住大房子 我怎么开好车 我怎么在银行里存更多的钱 那你想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要加入这个政教合一的教会组织 所以这个教会组织 他就通过这种洗脑 通过这种灌输 通过这种制造 制造中国社会的僵尸 这些僵尸们是有四肢的 他们会劳动 那他们劳动的成果呢 就由这个教会组织占领了 什么中国所有的学校 都都所有的社会机构 所有的单位 包括民营企业 全部都要设党组织呢 为什么党组织有那么多的成员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从事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进行宣传和洗脑呢 他们掌握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 每一个角落呢 他们掌控着中国社会每一个人的心灵呢 那最彻底的操控 就是把人的灵魂给操控了 这是最高级的操控 把你们都变成僵尸 把你们都变成为我们服务的机器 实际上这他才是榨取 实际上中共教会 中共教会 榨取着中国社中国社会最大的剩余价值 最荒唐可笑的是马克思编造了一个剩余价值理论 这就是他说的他的理论的另一个来源 有一些反赵家的人 这是很可笑的 有一些反赵家的人 他的初衷是当初自己也想进入赵家 成为赵家的成员 但是因为没有入成党 没有成为赵家的成员 因此就对赵家羡慕嫉妒恨 因此就是要拼命的反赵家 但是一旦赵家说 好吧我你可以跟我合作 你也可以成为我的成员 我也给你分一杯羹 那么这个反赵家立马就变成了卖身投靠 这就是这个 这就是这个民运的情况 为什么民运的这些人这么容易被收买呢 那是因为他们骨子里他们信奉的都是这一套 他们信奉的都是不择手段 争权夺利 这就是把人彻底的给给这个人渣化了 彻底的堕落了 而且这种教义的邪恶之处 他让你说的极其漂亮 做的极其的见不得人 所以呢他制造出来的是一个假恶丑的社会 就是一个假恶丑的社会 然后呢这说马斯的说到就是马斯的说他的另一个来源 说他是古典政治经济学 纯属胡说八道 这是颠倒黑 这是他他这就是一花接木啊 他就是为了把自己涂抹成他是科学理论 他还有一个来源 他说他是德国古典古典这个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到康德就终结了 因为康德的哲学是哲学 那么康德之后的所谓德国的古典哲学 从这个费希特 这个谢林 黑格尔 费尔巴哈 那么青年黑格尔派 都是哲学的堕落 实际上都是伪哲学 那么他的在思维方式上的极大成者是黑格尔 黑格尔是把这个矛盾冲突的这种思维方式 这种分裂 所以说这个周孝正教授 在这个多次的讲讲话中 他就说中国社会人格分裂 我我这个印象太深了 包括他到他几个月以前到美国之音的一个一个 这个采访也说中国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社会 对这个人格分裂的这种思维方式 是谁把它总结的特别的完备呢 这就是黑格尔 非黑格尔把这种矛盾当做世界发展 对立冲突矛盾当做事物发展的动力 当做宇宙产生的动力 阿克斯呢就把这个黑格尔的所谓的他说的合理的内核 实际上是完全不合理的 是违背逻辑的 是违背同一律和这个矛盾律的 那么刘洁明老师讲这个谈谈古典逻辑 古典逻辑的这个这个他的基本规律 他的这基本规律就是同一律 这个不矛盾律 你要是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他他自相矛盾 就知道这个人是骗子 这不是中国成语吗 自相矛盾讲这个故事 他他又卖矛又卖盾 一个是无坚不摧 一个是没有什么锋利的东西可以刺破 如果两个东西同时存在的话 这个人是不是骗子 说用你的毛去刺一下你的盾 他就灰溜溜的走了 骗子就被戳穿了 但是呢 这个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这种矛盾的思维方式 当做核心内核 这就是他的辩证法 才出现中国社会周孝正教授 一次一次在他的这个演讲中指出啊 还有他的访谈中指出 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 先唱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也不相信什么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刚唱完了 没有救世主 全靠自己紧接着唱东方红太阳声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我们的大救星 就看这么样的矛盾 这些人就在唱 这些人不是僵尸是什么呢 这些人就是僵尸 所以呢 这个政治理论课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把人洗成僵尸 所以说到马克思主义的来源 那个那个老师问那个小孩 你知道他的来源吗 那个学生说我不知道 他的来源就是黑格尔的这种矛盾冲突 自相矛盾的虞误的思维方式 这个就是崇拜物质利益和权势的唯物论 那么他把这种唯物论对物质利益的崇拜 对权势的崇拜 和这种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前言不搭后语的那种完全不讲逻辑 魂不讲理的这种魂杖的思维方式结合到一起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他就是这么去看待人类历史的他就是这么看待人生的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这个人类历史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争权夺利为了物质利益为了权利为什么要夺权夺了权就好战利为什么要维护权维权是为了保利 所以你看看这个中共的历史是不是这样的首先是把人的思维搞乱进行宣传灌输洗脑 然后煽动人们跟他们一起发动暴力革命夺权夺完了权以后干嘛没收私有财产把私有财产充公 谁是公啊说是这个一切财产都归国家国家是人民的谁是人民大家都知道谁是人民中南海写着为人民服务啊 他那个大门那先有一个牌坊一个牌子一个隐蔽墙隐蔽墙遮着你不知道里面的内幕里面的内幕就是争权夺利永无宁日 但是外面有一个隐蔽墙写着为人民服务那你就想了谁是人民 然后这个广场上立着人民大会堂还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谁是人民人民是一个幌子 人民是一个幌子这个为人民服务其实就是为我服务为我自己服务他们怎么为我服务的呢 就搞公司合营搞农村的这个人民公社把私有财产都剥夺了都归国家了大家知道那谁来掌控这些财产呢 那就是这个特权阶层就是党的这个教会组织大家为什么要争先恐后的入党呢 因为你入了党你就进入了这个特权阶层你为什么想当党支部书记你为什么想当党委书记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呢所以这个北大的党委书记朱善璐那就是我当了这个北大的党委书记 那我就可以玩弄女学生我还可以让女学生给别人玩弄我就可以掌握更大的力我就可以玩弄更多的女学生不就是争权夺利吗 这就是这个组织非常形象他以这个公有制的名义实际上实现他最大的私实际上他的共产主义是把产供到他自己家里 共妻是玩弄尽可能多的女人把这个欺男罢女就是共产主义的实质 所以呢他实际上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组织就是在让中国就是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下沦丧 这就是他的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才是马克思的独创这是在马克思去世的时候在他的目前他的亲密战友被他剥削了一几十年大半辈子的几乎一辈子的恩格斯在他的目前致辞就说这个马克思的这个独创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他就是说制造了一个 谬物的唯理论说是资本家不劳动工人劳动你们都被资本家给剥削了所以呢你们为什么穷是因为你们被资本家剥削了起来革命吧 他为什么要制造出一个无产阶级呢因为当时在英国英国是一个工业社会工人是英国的社会的一个大的阶层用这些工人去造反 所以呢那么他的这种理论最根本的就是制造阶级对立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制造这个阶级对立 所以这个理论呢到了中国到了中国呢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主要是农业为主的中国最多的人口就是农民 所以毛泽东就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他就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为争权夺利不择手段制造仇恨的理论 也就是他的唯物史观和他的这个矛盾的冲突斗争的这个辩证辩证法 这种逻辑完全不遵循逻辑的虞误思维方法运用到中国 他就提出了这个农村包围城市 他就提出了要走农民运动的形式 那中国没有那么多工人们在城市搞不成气农村去搞就到农村去搞 因此呢就这个就创造性的发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所以我们再谈一下共产主义 这就是政教合一的共产党组织 他信仰的是什么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看人类的历史都是争权夺利不择手段的 那么人活着的人生观就是要争权夺利不择手段 洗脑洗出来一个一个中国人就是不会运用逻辑思维 一个一个不讲诚信 一个一个出尔反尔 一个一个不不变是非真伪 一个一个就能被利益收买 一个一个建立妄议之徒 一个一个丧失了理性良知的僵尸 然后呢他们就一个一个人就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终身 奋斗终身 大家看一看现在中国官场的权斗是不是在为在为权势和利益而奋斗终身 而这个孩子他在课堂上学这个老师就要把他培养成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政治理论课就是把这个孩子要么培养成这个这个后面的梯队 要么他要是他要是够坏的话 那么他就进入这个组织 他就往上爬 他就变成第二个王立军 他就变成第二个薄熙来 他就变成第二个贪官污吏 他就也去欺男霸女 那他就是够狠够坏的话 够当伪君子的话 如果他不够狠不够不够坏那你就做僵尸你就被别人欺压着 你就被别人压榨着 你就别被别人盘剥着 那么包括最近流出来的这个这个资料说 那么最后是榨干你的血肉 是把你变成这个这个让你永无自由 就是首先你的自由是从心灵沦丧了 而这个教义的可可恶可恨可比可怕之处是什么呢 他制造的所有的人就是能往上爬的人 心狠守黑的伪君子 能富可敌国的人 能把这个世界的财富都供到他们家的人 他也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 因为他一辈子懂得的就是权术利益 他学会的就是欺男霸女 他知道的就是灵魂堕落 他死了以后一定去地狱见马克思 因为马克思在有一个里面说引述的话 说在地狱的入口处啊 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多么多么的勇敢 这个原文是说啊 就好像在地狱的入口处 那么他实际上就让这个人堕落 这样的被洗脑的人 你处在社会的什么阶层 你是人上人也好 你是人下人也好 你都不是一个自由人 你都不是一个以狗尊严的人 你都不是一个能体会到 让你的人性的光辉闪耀的人 让你成为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 让你能够享受到人际和谐 家庭幸福天人合一的人 让你能够体会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体会到做人的乐趣 能真正的发挥你的创造性的人 所以中国永远培养不出 像这种真正的能够富可敌国的人 但像比如说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 那么他对这个这个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 但是他取之有道 而且他在他的有生之年 他会把他的财富的绝大绝大部分回馈于社会 永远培养不出真正的创造性人才 不出有利于社会的人才 只能培养出一些隐隐狗狗的粪坑里的蛆 或者是粪坑里的僵尸 这是多么的可怕可悲 所以这个孩子能够反抗太重要了 那么如果他不反抗 他就是甘于堕落 他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 好我今天的这个小讲座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春风啊 春风非常的感谢你 这就是根据上面的视频来谈的一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这是一个一个临时的 并没有那个做这个事先做很多的准备 但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研究是很长时间的了 所以说是临时的 实际上是长期准准备之后的一个既既性的谈 那个那个讲座 谢谢大家 谢谢春风 谢谢群主 谢谢大家 以上录音来自网络言论之代表讲者立场 后期制作梅州求明